之後啊,這些錢要怎麼處理 這邊就寫到,所得價款 就做交本部嘛 機構列出國防部長是蔣經國 那這邊有進一步在說 做太原監獄 第二期工程經費 對啊,所以就是沒收的財產 就拿去做太原監獄的工程經費 可是目前我們 大概確定到底撥 撥了多少經費在這上面 但是我也是跟家族說 你爺爺的財產是可以拿去做這個用途嗎 那我這邊再說的就是 甚至到1970年還是有土地 除了那個共有的分割以外 還有所謂設定抵押權的問題 這邊有一個債權人 債權人 債權人李莊瑩 那 很有趣 因為他有無比土地被設定抵押權 就是他等於說有 李妍喜欠他錢啦 所以 你要賣的話 你得先把他的抵押權吐銷 那這個李莊瑩是誰呢 他是李妍喜的二兒子的媳婦 所以這個本身這個債權就很有趣 就是當初怎麼被設定的 現在不知道 連家屬內部都不一定有人知道 所以在 就是補償經驗會可能要介入處理的時候 這種 師對師之間的關係要怎麼去介入處理 我目前沒有答案 我只覺得非常的 複雜 甚至當時警總是怎麼跟他去談 就是 警總就請律師 然後跟他協調說 那 我就給你 他可能是欠李妍喜 李妍喜欠他二十幾萬 然後 警總跟他協調說 我給你四十萬 那把這筆債權勾銷 來吐銷抵押權 所以這個李妍喜的案卡 上面就有寫到 這邊有點模糊啦 這邊就寫說 給李莊銀 新台幣四十萬元 然後來抵銷抵押權